真是听到熟悉的旋律 这些让我们感觉到很兴奋的节拍 就让我们自己都年轻起来了 其实我觉得青春旋律 很多人都在问我 那到底是哪一个年代的电视啊 那是1971年开播的一个电视 那是属于黑白电视机 要转到彩色电视机的一个转换的年代 那也是国内从两家电视台 台视跟中视 又多了一家华视的那个时段 所以那是一个转换的时代 那也是因为一个转换的时代里面 所产生的一个产物 借着西洋流行歌曲成为了青春旋律 那么很有幸的就是 其实我跟这一次的发起人 总制作人他们的心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也是希望把自己当初爱好音乐的一个理想 能够带到电视的节目里 带到演唱会里来 所以这个纪念性不只是七年我认为 它可能十七年 二十七年 三十七年 同学们都可以来参加 也因此大家就建议说为什么不把这个讯息 就是告诉喜欢西洋音乐的一些朋友们 看看有没有在线上的歌手或者是乐团 他们愿意来参加 我们也可以请他们来参加 让我们老一代的朋友看一看我们的新一代 他们也是传承了过去的 这个非常令人怀念的 兴奋的这些西洋流行歌曲 所以这个资讯发出去以后 我们得到一个很热烈的回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